我們現在來跟同學介紹一下 到底Focus Guide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你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剛有介紹過的 其實除了微短以外 是你有看過很多其他的 你的工具真的很多 而且我們用Preddy也好 Focus Guide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它是什麼 都是以新制圖為概念的 你們平常也沒用過新制圖 有的有的可能沒有 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後面會用 那最重要不同 其實你剛有看到 就是我們是一個完整的簡報 PowerPoint就是一頁一頁都分開 沒錯吧 可是我們這種新制圖示 就是等於說你是一個完整的頁面 有沒有 對不對 所以它只是從不同的路徑 我今天看這裡 今天看這邊 好像一張尋寶圖一樣 你設計好之後 你要怎麼放在哪邊 我就進去那邊看就好 我就進去那邊看 這個是我們 Xmine的也好 Preddy它很不同的地方 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 這裡 它的註冊呢 它現在有兩個版本 它現在有兩個版本 一個呢 是我們的國際版 就是我們現在安裝的這個版本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簡體版 那基本上其實軟體是都一樣的 原則上 簡體版會比較新版本 推出來比較快 那我們現在國際版慢一點點 不過沒有差 它為什麼有兩個版本 主要是授權方案不一樣 授權的方案不一樣 因為它免費版 也有什麼 也有付費的方案 其實現在以後軟體的趨勢 各位應該會發現 大部分都會像這一種 就是我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讓你用 可是呢 你想要更多功能 更多進階的功能的時候 就要怎麼樣 就可能要付費 因為它要永遠去經營 跟以前你可能 買軟體我就買斷 然後就變成你擁有它 不一樣 不一樣 現在就是你沒有付費就沒有了 就是你就會降級的 像Adobe的也是很狠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用過Adobe的軟體 像Photoshop的啊 對不對 Ela Twitter啊 你應該知道 CC以後 AdobeCC以後 是不是要你每月付錢的 對不對 對啊 就很麻煩喔 好 所以有點不一樣 那國際版的 它你可以按月付 就一個月 比如說我只要用一個月 新功能 你就那個月升級就好了 你也可以一年付一次 不過簡體版 比較好一點 用一次啦 啊 用一輩子 付一次費用就用一輩子 所以有點差啦 不過沒有關係 你可以自由選擇 好 再來就是 它的 現在 這種簡報方式 因為我相信各位 其實也很早看過 對不對 所以在台灣來講 用的還不算太多 台灣比較有人用的是那個Predi 那一個 但是我剛剛講過 它 比較大的問題是頻寬 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看 尤其是教育網路連出去的話 速度稍微比較慢 所以如果說你用它的時候 變成說你可能要有個心理準備 OK 要先 有那個 頻寬 要大一點會比較OK 再來就是 第一個 它註冊很簡單 如果像我們現在安裝的這個國際版 很單純 你只要打上你的什麼 我放大一點 這裡 有沒有 打上你的信箱 兩次密碼就好了 請問 現在有沒有很多服務要求你要做啟用信件 就是會寄封信給你的信箱 表示你有在用 這樣了解嗎 對不對 那國際版是不需要 但是簡體版它還是會有啟用信件 所以你可以直接這樣註冊 待會兒我們就可以帶大家註冊一下 第二個 剛剛同學有進去的對不對 中文沒有問題的 解決的 後面還有很大特點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同學安裝完之後 那些範本你都沒看過 請問泡泡的範本 你應該看到爛掉了吧 只要同學打開第一頁 你應該就知道後面那幾頁長什麼樣子 可是我們這邊的有沒有 應該大部分大家都沒看過對不對 所以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新鮮感一點 這個是它一個很特殊的 那它的範本也是一段時間就會再增加 再來當然就跟微軟有美工圖庫一樣 它會不會有 有 而且也是跟它不一樣的 那順便補充一下 它剛剛的範本其實有蠻多 都是比較屬於中國風的 對 PowerPoint裡面有沒有什麼中國風的範本 有 但是就那一兩個 對不對 比較少一點 好 再來的話呢 如果你有些圖表數據 它也可以幫你做一點點動畫 當然這不是它最大的強項 這不是它最大的強項 只是它也可以讓你資料把它匯進來 你們應該一定會有用Excel吧 對不對 Excel可不可以匯出一種格式叫CSV 你把它另存的時候可以有一種格式叫CSV 就是數據之間是要什麼 逗點隔開的 很多時候我們會有需要用那種 你可以直接把資料匯進來 不要一個一個再去打 這樣就累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 它支援多國語言 多國語言 所以你電腦裡面有用到什麼字型 直接放進去 你的簡報上就有什麼字型 我先問一下各位 請問如果你的PowerPoint 你有用到特殊字型的話 拿到別台電腦沒有 會怎麼樣 被打回原型而已嘛 就是用細明或標開啦 那這邊的話你就可以直接 它會幫你把字型帶走 不過當然我們還是不鼓勵各位 簡報裡面適不適合用太多特殊字型 不太適合 大部分大概兩到三個應該就很多了 你太多個其實 我們的這個簡報相對會比較大一點 也會比較大 好 再來 它可以輸出很多種格式 因為我們之前上課也好 或我前天在逢獎 有同學說 那我到教室裡面沒有安裝這個軟體啊 可不可以播 有兩種方法 一種呢 你看這裡 它可以輸出到雲端 就先跟各位 你現在看我的簡報一樣 打入網址你就可以進去看了 第二個 它可以變成一個執行檔 就是一個ESE的執行檔 也可以 這樣子 你不需要軟體 它就帶有播放器 第三個 你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變成視訊 像我之前有一段時間 我用付費的 就是因為我一些場合 我需要用到它 轉成視訊之後 變成一段影片 在上面直接播 而且你也可以直接傳到YouTube 不過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是免費的方案 所以它最多只能輸出到什麼 DVD的品質 DVD的品質 DVD的品質多大 720X480 這樣了解嗎 好這個是免費方案 當然如果你有需要 你可以付費 我剛剛講過 國際版你可以付一個月就好了 假設你就是 我就那段時間有需要 那沒差 你可以做一個付費的動作 其實說真的 因為廠商其實要活下去 還算是 如果可以 你覺得真的不錯 我們還是可以支持它 那我剛有提過 這個軟體有什麼 有不同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是Mac的 蘋果的 它都OK 都OK 好 至於說這個簡報工具 應該沒什麼問題 PowerPoint裡面是不是有一些 簡報工具 它也有 它也有 所以 有沒有 有一些概念了 了解 至於說怎麼剪接功能 錄影 老實講 現在的PowerPoint也有 但是你會不會拿PowerPoint去做這件事情 應該很少 對不對 因為你會想說 我用其他軟體 可能比它好一點 但是這裡也OK 只是說用到機會 也許少一點 我們就不特別介紹 這樣各位對於我們的FocusEye 應該也沒有一個基本認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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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